巴黎疗养院办理璀璨时光特展 其中生命传承区的展出作品 都是由志工或者是导师 引导失智的长辈分享生命故事而完成的 而当失智长辈家人看到之后 也非常的感动 原来相处的点点滴滴都仍在对方的心中 璀璨时光特展 其中有一区为生命传承区 其中的作品是据点的志工 经过引导失智长辈分享生命故事 再记录下来而成的 一旁的美术创作则是一起完成 替失智长辈呈现生命故事 我们陪长辈完成这个绘本的方式是 长辈说然后我们帮他写 所以我们绘本完成就是这样子 像阿姨说故事 然后我就帮他的故事写下来 然后呢我们就会一起完成 然后像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拼贴的时候 我是由他自己去选择他喜欢的图子 然后我们再一起讨论要怎么去组合 对 然后就照他的意思然后去把它完成 而其中的这对夫妻 太太是乐活新房失智据点的长辈 呈现的作品中写了曾经的点点滴滴 也仍然记得和先生相遇的时候 正是青春年华的18岁 那因为他在那个谈情说爱的故事的部分 那个时候就是志工也有问他说 那你最喜欢的人啊 那跟你先生过去约会的状况 或是你结婚最有印象的事情 那他就有说到说 他18岁的时候就认识他先生 然后结婚的时候可能有20几桌 那他非常爱他的家人 所以为了他的先生他的家人 所以他要好好的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样才可以跟他先生和家人 过快乐幸福的人生这样子 其实除了志工长辈写出 诗诗诗长者的生命故事 这样的艺术间的合作与互助 也增加更多的社会正向互动经验 记者沈志勇林家珍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